Yo 欢迎来到卓斯华频道 我最近看到有人留言说 我分析不到位于马桶人的剧情 这个是一定啊 我又不是做解析的 解析是人家看了很多遍 在慢慢分析出来 才第一次看大佬 我要怎样正确的分析哦 对不对 要看解析的 就去看专注关于马桶人解析的频道 有 丁丁啊 还有 丁丁啊 而我才第一次看 所以当然不懂马桶里的隐藏彩蛋啊 所以大家体谅一下 或者我还有一个方法 也可以解析到位的 就是我还没有拍之前 我看了三十遍 然后我再假假演一遍 哦 我第一次看 然后再解析到位给你们 这样子 那个氛围感就不一样了嘛 我就不会吓到 哇 居然还有这个东西 哇 还有这样的剧情发生 就不会有那个 第一次看的那种感觉了 屏幕买名不明白 好啦 那我们呢 就在上一集看到了好人阵营 包括泰坦 已经全副武装 进攻马桶的基地 至于后续 是怎样的发展呢 我们看下去吧 不要再留言说 我自己席不到位啊 我是第一次看啊 第一次看啊 这一集很长 共有四分钟半 应该是原作者对长的一集 我们开始了 噢 放炸弹 进去马桶的基地 噢 马里烧成骨头 噢 哇 这个枪啊 我第一次看呢 发出红色的 噓 红色的雷射 之前没有这把枪呢 这次的主视角是谁哦 有这把枪的人 这样强的呗 这把枪 这把枪 噢 这枪很帅 随来 随死啊 随来 随死啊 哇 这个要射红酒 哇 射超久的 哇 射超久的 完全没有反应 哦 这是警察马桶的 本来他拿这个盾牌 这样子顶着 啊 泰坦监控来了 无毒 还是这把枪 比较厉害的 比起刚才那个射出红色的 死中泰坦的枪 是最厉害的 哎呀 这是电视人的大武 哦吼 三个泰坦都来到马桶基地 要攻进去了 咦 他这是传输 那个能量给 音响人呢 之前没有传输给他 今天要传输给他 哦 哇 他传输的能量之间不同哦 哇 不不不不不 谁讲 他的影响很厉害 传输能量给他直接 直接变超级赛了 你看他现在这个赛坦的影响 哇 哇 哇 为什么 之前不可以传输给他 只是现在才可以传输给他 哇 哇 干 超帅的 哇 这个360点 噢 这个 吼 哇塞 像個馬桶那種 而且他裝備很強耶 那個旁邊那個 夾住的那種 哇 為什麼他自己殺死幾人呢 哇 這是磁鐵耶 是嗎 他講英文話 講 You all you die 你們有聽到嗎 我聽到很清楚了 講那個英文話耶 哇 三個精英文 在這邊呢 他們衝進去馬桶基地喔 這是男的 剛剛外面那個是女的 我在想 我就奇怪為什麼音響還在這裡 那個精英音響 哇 哇 這集超豐富的啊 他的內容 你有聽到那個馬桶人 講英語嗎 他講 You all you die 我第一次聽 馬桶人講完整的英語 之前他都會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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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重點是為什麼剛才那個馬桶人要自己殺自己人呢 是不是 他又是屬於另一方呢 不搞不明白 哇 半個月沒有白等啊 心死月亮爆炸 其實他不說 反而覺得 最後突然間 還有料那個畫面喔 有夠像恐怖片的 突然停電 打開手電筒 然後有個腳步伸出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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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像恐怖片喔 剛才那個新的馬桶人 我們應該要把他叫什麼呢 我講錯了 應該不是磁鐵馬桶 應該要叫他太空馬桶 因為我們不覺得他很像太空的樣子嘛 我覺得他後續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派角色 還是 等一下下一集就被收屁了呢 不可能 還有你們還記得嗎 一開始那個 太坦監控 還有太坦電視 不同意給那個太坦音箱 從那個電能 原來 是一流在這裡開爆走 因為360度現在 所以之前 我還看到有人說 碳眼影響是最差的 看到了嗎 哪裡是 不要看小我的小紅喔 上面的人是誰呢 是恐怖片耶 會是所以 你不能突然間 來嚇我一跳吧 又突然間 全部人開了那個手電筒 是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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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是傀儡啊 被放炸彈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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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何必呢 也暗暗一片 看不是很清楚 不要被发现 幸好还没有被发现 偷偷摸摸 应该被发现了吧 真的是被发现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开开开开快点快点 这里很多武器 这么多武器 这里是实验基地是吗 上面有海豹有人类的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 我不会读 这个是什么字体 马桶人字 怎么办 谁可以帮我翻译 OK 首先上面我应该看得出 这是 到底是怎么读啊 首先上面是马桶博士 下面是马桶人 这个马桶人是水游巷人的 这不是Gman啊 这是刚刚那个太空马桶吧 OK 我们看下去 哦 还有这个 Alpha Hughes Labs 这个是真正的英文字了 这个不是刚才那个马桶字 Alpha Hughes Labs 阿尔法山实验室 新的官员到任 政府资助的地下实验室 交易的细节 和原因处于保密状态 哇 这个事情发生在1979年7月2日 好像好多年的呗 哇 这个讯息量爆炸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说 人类在这里做实验 然后实验失败 结果导致马桶人产生 还是有可能 照片上那个C位的两个科学家 可能就是现在的神秘人和太空马桶 有可能诶 你不觉得黑那个很像神秘人吗 简直一模一样啊 然后白衣的 好像现在的太空马桶诶 哇 怎么会这样 我们继续看下去先 现在我们后面再分析一下 对不对 很像哦 很像神秘人哦 那个黑那个 这本书是什么 电视人的书 啊 不要被控制 不要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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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去带上去 不会 不会死掉吧 幸好 幸好 幸好那个 没想到 没有死到 哇 哇 现在全部监控已死完了 这个 是开门的那个装置 哎 为什么这里都有好人之灵的 装备啊 还有这些飞进去 剩下这两人咧 剩下这两人咧 加油啊 你们 是的 有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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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是 尤其 zam presentation 这两人产生了分歧 双方的理念不合 就用研究出现问题 导致马桶的产生 而神秘人的太空马桶 也就属于不同的阵影 而且是属于幕后的真正领导者 照这么说 而这些电气联盟 是神秘人的棋子啊 哇 剧情发展到这样 小孩子看得懂吗 他的剧情越来越升奥了 可是现在这样升奥 应该是属于小学生看不懂的剧情吧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神秘人应该是上一任实验室管理员 自己的职位被现在的太空马桶接住 而马桶人的诞生 不是坐子的医院 要多猜测啊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可能呢 你们底下留言给我知道一下 你们猜一下后续的剧情 说中没有讲了 好 说中我给你一个 小意思 OK 我们看了这两步 我分了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 马桶人是有人类转变而成的 第二 太空马桶和神秘人以前是朋友 然后他们在1977年 这些科学家在这里研究人类进化方向 让人类摆脱血肉苦落 而那些意识都存储在芯片里 因为如果人类它转变为机械的话 他们就可以存活很久嘛 长生不老 但是或许是出了意外 或许是一部分科学家 不怀好意在背地里搞少动作 中途搞出了这些马桶人的存在 但是他们的语言都不能说啊 他们都丧失语言了啊 你看马桶人 他们都只会 然后只有太空马桶 不真正的英语 而在电气联盟呢 好像没有人也会说话 他们都丧失语言能力了 这是为什么 只有那个泰坦电视还能说出一点英语 但是他说的英语哦 是调反过来的 你们要调反回来才听得懂 他在讲什么 所以你们觉得剧情的走向 是怎样的发展的 你们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一下 我真的是太棒了 Oh my god 好啦 喜欢影片的话就订阅 按赞 和小铃铛 看看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by bwd6 by bwd6